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做一下首页代码的性能调优 同时做一下首页调转到详情页面的功能 那打开我们的代码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之前首页的每一个组件 基本上都调用了connect方法和store做了连接 这就会产生一个问题 只要store的数据发生了改变 那么每一个组件都会被重新的渲染 也就是每一个组件的render函数都会被重新执行 那可能有一些数据发生改变了 但是那个数据和我们这个组件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这个组件依然需要重新被渲染 所以呢它的性能不高 我们想怎么能够提高我们组件的性能呢 之前我们说过一个component 叫做shoot component update 这个生命周期函数 我们可以在这里做一些性能优化的代码 判断只有和我这个组件相关的数据发生改变的时候 我才让我的这个组件的render函数执行 否则呢我就return false 不让这个render重新执行 通过这种方式来避免虚拟dom的比对提高性能 那react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 如果你在每一个组件里面都去自己写这个书的component update 太麻烦了 所以react呢内置了一个新的组件类型 这是react fiber提供的一个新的组件类型 叫做什么呢 叫做pure component 大家可以把之前我们写的这个component前面加一个pure 这叫一个纯组件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用component的地方都改成pure component pure component和component的区别就是pure component内在自己啊 底层上实现了一个数的componentupdate 这样的话就不需要我们自己手写这个数的componentupdate做性能优化了 所以在这里我们呢把我们所有组件里的component都改成pure component 就可以很好地提升我们组件的性能了 保存我们再打开我们这个list组件 一样的把component换成pure component recommend一样 topic list topic这块一样啊 writer也一样 保存 这么改完了我们回到我们的页面上 刷新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大家来看换一批都是好用的 包括更多 包括回到顶部 全部都ok 只不过你的这个应用的性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但是大家记得 之所以在这里我用了pure component 是因为我的项目里面数据的管理使用了一个框架叫做immutablegs 它可以保证我们的数据啊是immutable的 这样的话pure component和immutablegs这种数据格式的管理相结合 使用这个pure component一点问题也没有 但是如果你在你的项目里面没有使用immutablegs管理你的数据 那么使用pure component有的时候你会遇到坑 好遇到什么样的坑呢 这是偏底层的东西 在这里呢我就不深入的讲解了 那么大家在这儿你只要记住什么就可以了呢 如果用pure component 那么建议你直接就用immutablegs来管理你的数据 不然的话你还是使用component 性能低一点 你可以自己写数的componentupdate 但是你不要去使用pure component 可能会有潜在的坑 那写到这儿呢 我们首页的功能基本上就写完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功能 是什么呢 是首页跳转到详情页面 我们打开我们的list的组件 我们希望点击胡歌这个title的时候能跳到详情页 打开list.js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list的item是这样的一个内容 我可以在外层呢给它加一个a标签 这样的话我k值加到a标签上就可以了 href我让它跳到哪呢 跳到详情页面保存 咱们回到页面下 我们刷新 点击 大家看能不能跳到详情页面 你可能觉得这样的跳转是没问题的 但是实际上它是有问题的 当我们在react之中实现页面跳转的时候 我们要用到reactrouter dom这样的一个第三方模块 它的这种跳转呢 是单页用的跳转 什么叫单页用的跳转呢 我们打开我们的控制台 大家点开network 也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单页用 单页用的指的是 不管你怎么做页面的跳转 整个网站只会加载一个html文件 或者说只会加载一次html文件 那么我们来看 如果你用a标签做页面的跳转 符不符合单页用的定义 我们刷新一下页面 大家看 我们打开这个network 然后选择这个doc doc指的就是html文件 我们点开doc 重新刷新 大家看 当你第一次进入页面的时候 它会加载一个html 这就是我们说的 整个应用要加载的那个html 当你点击这个胡歌的时候 跳转的时候 大家来看 这个时候 network里面又加载了一次html 但是我们说单页用 它的定义是什么 整个网站 在你的访问过程之中 它只会加载一次html 但是现在你通过a标签做跳转的时候 跳转一个页 它就会重新加载一次html 这是比较耗性能的 那么借助reactrouterdom呢 我们做单页用跳转的时候 完全没有必要重新加载一次 这个页面 那我们看 怎么才是正确的一种页面跳转的写法 在这里面 如果我要做页面的跳转 我不要通过a标签的形式 做页面的跳转 我呢 importlink fromreact-brotter-dom 然后我用link代替a标签 同时href我们改成什么样 我们改成to换一个语法 保存一下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网页 首先呢 我们回到首页 刷新一下 大家看 首次加载这个应用 也就是这个网址的时候 我会请求一次html文件 这个没问题 当我点击链接跳转的时候 跳到详情页 大家看 你有没有再去加载一个 detail这样的html啊 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啊 这样的话 减少了一次html的请求 会让我们的页面 切换的非常流畅 我们可以看一下 简术这个网站 在这里看啊 当你点击详情的时候 它是这样开一个页 所以呢 它会有一个页面 空白的一个时间段 在这里看啊 你看摆一下再出来 但是我们看我们的页面 我们回到首页啊 好 当我们进详情页的时候 大家看 详情页瞬间就出来了 因为它避免了一次html的请求 所以它的加载会非常的快速 这样的话 我们在首页呢 就实现了一个首页跳转到 详情页的功能 当然写到这儿 我们说点击减数的时候 我们还应该回到首页 那么 这块的代码 我们也要改一下 我们打开我们的代码 找到之前写的 common目录下的header这个组件 打开index.ds 大家往下翻 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区域应该会有一个logo啊 在这儿 我们看一下logo是怎么写的 logo呢 是一个a 大家看到没 还有个attr 所以这块呢 我就不能通过a的形式来进行跳转 我把它都去掉 我让它呢 是一个div的一个标签 这么去保存 然后 当然这块呢 应该写一个 这样的一个语法 回到我们的头部组件 在这块 logo的外层 我们要使用一个link组件 然后让它to等于跟路径 这样的跳转 才是正确的跳转行为 当然link这个组件 从哪来啊 我们要import link fromwreck -wrotter-dom 保存 回到我们的页面上 放心 这个时候它会报一个错啊 它说 link不应该在wrotter的外层 打开我们的代码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link这个组件 现在在header这个组件之中 我们再打开app.js这个文件 header这个组件 它在不在router之中啊 它不在router之中 它和router是并列的 所以link在header里面 header又不在router之中 所以link呢 肯定就放在哪里了 放在了router的外部 而这里它提示错误是什么呢 说你link不应该放在router的外部 那么我们就需要把link 放在router的内部 我们首先要把header 先放到router的内部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写 把它header移到router router的内部 放在这个位置 那么最外层的这个DIV 我们也就可以把它去掉了 然后我们保存一下 再回到我们的页面上 刷新啊 我呢 点击进入到详情页 没任何的问题 我再点点书 回到首页 没任何的问题 我们打开控制台 点开network 查看box 大家来看啊 我刷新 第一次进入网页的时候 加载一次HTML文件 当我进详情页的时候 没有任何的加载 当我再回到首页的时候 也没有任何的加载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单页路由的一个跳转 就做完了 这节课就给大家讲解这么多 大家加油 请不吝点赞